天气冷是不是来交个男朋友或是女朋友用感情来让自己热乎乎呢 不过现在晚婚跟不婚的人是越来越多 嫂子化的情形严重到在这个立法院开会的时候 连单身的亲府会主委王玉婷呢都在背询的时候 遭到立委催婚呢 这可是有上议员身价的这个黄金单身女贵族啊 结果呢在立院一被问到这个问题啊很尴尬 他说他会努力 什么问题让亲府会主委王玉婷这么尴尬 请问王主委你结婚没 还没 还没结婚你看你都不良示范啊 是深切检讨 以前蛮于工作 蛮于工作时间就流过了 如果我有适合对象也欢迎介绍 主席大家也需要我们会一起努力 38岁试婚年龄王玉婷突如其来被催婚 好像有点招架不住 频频摇头叹气 连蔡英文主席也被撤进来 内阁中不止王玉婷是身降破译的单身贵族 清管会副主委李继珠还有近三千万存款 以及多笔土地 陆委会主委赖信源也是存款小有成就的单身阁员 我们也很想嫁了 但是真的是期待有缘人 在这四年的立委是嫁给立法院的 我自己不是选择不婚 我是一直没有机缘 一直未婚 所以到现在这个年龄了 人家认为我不婚 如果有机缘 何尝不可以结婚呢 不要断了我的后路啊 参与政治平常凶巴巴 单身女立委 一坨拉库 怕嫁不出去 赶紧解释自己也有温柔面 欢迎有缘人 大胆施爱 终于是理工姐的家里台北 采访报道